各位观众,大家好。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阿联频道。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陈彦龙的演艺人生。 上一集讲到陈彦龙在1964年7月至9月之间回到香港, 见了很多老朋友和大家聚会。 一直到9月左右,陈彦龙也打算回美国继续演出。 但他回到美国之前,在9月15日那晚, 亦和另一个名剧作家潘一帆晚宴。 在和潘一帆晚宴聚会的时候, 他就向潘一帆征求剧本。 潘一帆便答应提供5个剧本给他, 以便他回到美国继续演出。 此外,在席间,陈彦龙也同意尽力为他的徒弟吴汉英, 就安排一个去美国演出的机会。 好,一路时间就到1964年9月21日。 在下午4点20分,陈彦龙便乘搭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, 便离开香港,便回到美国继续演出。 他在离开香港时,香港粤剧红龙空群移出, 便去到启德机场帮他送行。 当时去到启德机场和陈彦龙送行的, 有什么呢?包括尹者,任劍辉,他的徒弟凤凰女。 凤凰女的师傅是指南女, 但凤凰女曾经去过美国演出的时候, 也曾经跟陈彦龙学过艺, 所以凤凰女也是陈彦龙的徒弟。 另外一齐来到宋基的, 除了任劍辉,凤凰女之外, 还有罗艳卿,奇少英,陈锦棠, 和白玉堂等等。 陈彦龙离开香港后, 他先后在东京逗留了两天, 然后转飞加拿大温哥华, 停留了三天, 最后取道西雅图, 回到三藩市。 回到三藩市后, 他又再籌备艳阳天剧团, 又开始籌备演出。 第二年2月2日, 农历大年初一, 他就在三藩市大明星戏园, 开罗演出粤剧。 时间来到1994年11月。 在1994年11月, 罗家宝和罗艳卿, 这剧团叫做《保艳雄》剧团。 他们这个《保艳雄》剧团, 在《金刀器院》演出。 在这一场演出里, 陈彦龙也有份演出。 这个也是陈彦龙最后一次, 在舞台上演出他的《推车技巧》。 之后陈彦龙就再没有演出。 跟着最后,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, 陈彦龙的一些首本剧目。 陈彦龙的首本剧目, 包括《美人威》系列, 《苦将美人威》, 另外还有一个《女霸王》系列。 另外一个系列, 就是《女标师》系列。 你可以发觉这些系列全部都是没有打起多的。 另外还有一个系列, 就是《女泰山》系列, 和《孟丽君》系列。 除了以上的几个系列之外, 陈彦龙也有其他首本剧目, 包括《红楼梦》。 这个《红楼梦》就是, 和任健辉在《新星》剧团里面做的一套, 他担任《林代玉》。 另外一个剧目就是《岳家军》。 另外还有《水染七军》。 《七禽万祸》。 《虎笑麒麟殿》。 《申舍子逢沽》。 《流金定斬四门》。 另外还有《烟枝泪洒战蒲虹》。 《十三枚大闹能人子》。 和《苏母牧羊》。 《星星追舟》等等。 这些都是陈彦龙的一些首本的剧目。 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陈彦龙的《演艺人生》。 分享到这里。 亦全部完结了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 请大家多多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。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m频道。 好,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粤剧《明灵》的《演艺生平》。 好,拜拜。 走,走,走! 走,走! 走st,走! 携点一下。 なんて�pl «《闿路线》。 走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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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